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感情非常珍贵 那就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对爱人 他们从小就认识 在一起玩 不会互相猜疑 那这其实来自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诗《长肝行》 李白在这一首诗里面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思念她在远方做生意的丈夫 她是这么写的 这个女人她想起了她丈夫小时候骑着竹马来找她玩 她们互相抛青梅 没有猜疑 所以啊 现在我们就用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这两个词来形容一对恋人 她们是从小就认识的 在一块长大 她们互相没有猜疑 她们的用法呢 也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说 她俩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到昨天啊 终于结婚了 那我们很多人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小的时候就可以遇到自己一生的伴侣 大部分人呢 大概是在十三四岁 在青春期的时候 开始对爱情有一定的想象 或者有一定的认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叫情斗初开 情就是感情 斗呢 其实它就是孔的意思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通道 出就是开始 开就是打开 也就是我们通往感情的这样一个通道 刚开始打开 那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在孩子情斗初开的时候 父母的引导非常重要 那情斗初开了以后啊 我们就进入了恋爱阶段 恋爱中的人呢 总是希望自己的爱情 能够长长久久 中国人喜欢用自然界中的事情 去比喻自己的长久的愿望 比如说 山蒙海事 再比如说 海枯石烂 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山蒙海事的意思是 希望我们的蒙约和誓言 像山和海一样长久 而海枯石烂呢 枯的意思就是干 你看 就是希望我们的誓言 到海都干了 都没有水了 石头呢 都烂了 然后 我对你的心还不变 你也还爱着我 还有一个词啊 是 至死不渝 至的意思是到 于的意思是改变 那至死不渝的意思就是 就算我们都死了 到死的时候 我对你的心都不变 我们都爱着对方 那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三个词 恋爱中的人都喜欢山蒙海事 他们发誓我们的爱情会海枯石烂 至死不渝 好的感情最终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如果下次你有机会参加你的中国朋友的婚礼 你应该用哪些成语对他们表示祝贺呢 这里我就给你们介绍几个我们在婚礼上常用的成语 永结同心 百年好和 天长地久 白头偕老 好 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 这几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首先是永结同心 你看永就是永远 结就是在一起 同心就是同一个同样的心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的心永远的在一起 然后百年好和 百年是我们中国古代人能想到的我们最长的寿命 也就是直到我们很老很老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好的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个就叫百年好和 天长地久呢 这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 中国人总喜欢用山啊 树啊 海啊 石头啊 这些来表达我们对长久的事物的一些期待 那天长地久呢 就是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能够像天和地一样长久 然后最后一个 白头偕老 你看 白头说的是我们的头发都变白了 偕老 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变老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手拉着手一起变老 这是多美好的事 在中国啊 我们有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是这样唱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所以啊 你看中国人对美好爱情的期待 就是我们平平常常地过 一起慢慢地变老 还有一个字啊 叫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有孩子 那在中国的婚礼上啊 很多人也喜欢在床上放上红枣 花生 桂圆和莲子 他们分别是取红枣的枣 花生的生 桂圆的桂 莲子的子 这四个字的读音 来象征早生贵子 这个意思就是祝福这一对新人早一点有孩子 所以啊 下一次你去参加中国朋友的婚礼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些词了 不用想你随便挑两个都能表达对他们的祝福 比如说祝你们百年好和永结同心 当然你也可以说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随便拿两个就可以对他们表示美好的祝福 你学会了吗 那么结婚了以后 夫妻之间又该如何相处呢 中文里有个成语叫相敬如宾 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尊敬对方 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客人一样 相就是互相 敬就是尊重 如就是好像 兵呢就是客人 所以我们像尊敬我们的客人一样尊敬对方 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可能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夫妻都非常不客气 那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如果我们遇到了困难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相濡以沫 患难于共 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相濡以沫它来自这样一个成语 据说啊有两条鱼 因为全水干了 他们没有水 他们都快被渴死了 那他们就靠给对方自己的 磨的意思就是口水 靠给对方自己的口水去滋润对方 让对方活下去 这就是相濡以沫的意思 然后患难于共呢 患难就是在很大的灾难 然后与共呢 就是我还可以跟你在一起 所以就是我们共同去面对比较大的困难 这样一个意思 那成语的用法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就说夫妻之间应该相濡以沫 患难于共 你看用法很简单吧 好那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爱情的中文成语 如果你也知道别的关于爱情的成语 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也欢迎你到我的网站去下载这一个文本来学习 好我们下节目见